这一座云中孤岛,名字叫社区,它与世隔绝,衣食无忧,社区居民永远都不会愤怒、嫉妒、恐惧和撒谎,人与人也没有差异、不平等,脸上都洋溢着笑容,仿佛这里就是天堂,不过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,自己其实生活在人间地狱里。 大家好,我是科幻迷不满,今天和大家一起看记忆传授人。 人们曾饱受一场大灾难的折磨,在灾后重建了一个完美社会,人人语言精确,服装标准,定时服用健康药物,而且从不说谎。 在大部分人的视觉里,这个世界是黑白的,男主角乔纳斯偶尔能看见这个世界的色彩,但他从不敢声张,哪怕对好友阿飞和阿柔也是一样。 今天是社区一年一度的典礼,大元老用全新影像远程助持,参与者集体排退就好。 典礼第一项是老人的释放仪式,他们为社区耕耘一生将被释放到别处,安享退休。 第二项是祝福宝宝,他们由科学家合成胚胎,由指定的高质量女性生出来,再计划分配给有需要的家庭。 最后一项则是年轻人的毕业仪式,大元老会根据每个人的个性不同分配终身工作。 阿柔天性温柔被分配到了保育中心,阿飞天生鲁莽最好的矫正方式就是让他担起飞行员的重任。 可眼看前前后后年轻人都有了工作,唯独乔纳斯没有工作。 昨天他就觉得自己干啥啥不行,怕分不到工作,现在孤零零地站在台上显得更尴尬了。 其实,大元老师发现乔纳斯有种异于常人的感知力,所以选他担任最特殊的工作,记忆接受者。 记忆接受者有几大特权,他可以大胆发问,可以少受药物注射,甚至可以撒谎。 他的工作是接受一位神秘老人的训练,但绝不能把训练的内容泄露出去。 老人的家位于迷雾悬崖边上,屋里遍布一种叫做书的怪东西。 老人气度不凡,他的职位叫做记忆传输者。 社区为摆脱过去的痛苦,让所有人都失去了历史记忆,但有时还是要以史为鉴的。 他们为保险起见,把全人类的记忆都储存在老人的脑海中,必要时请他出建议。 现在到了接班的时候,老人那边要把人类记忆转移到乔纳斯的脑海里,所以他们才叫传输者和接受者。 老人跟乔纳斯脸贴着脸,手握着手。 乔纳斯发现自己来到一片白色山峰,脚下有种奇怪的装置。 他顺山滑下,只觉得美妙惊奇。 这就是老人给他传输的人类记忆。 他回到现实,仍然诧异。 老人解释说,那个奇怪的装置叫雪橇,白色的物质叫雪。 现在已经有了气候控制技术,所以这两者都已不复存在。 乔纳斯不解,划雪橇的记忆也没有危险,为什么不让人们记得呢? 因为要有雪橇的记忆,就得有雪的记忆。 大雪会破坏庄稼,没了庄稼就会有饥荒,饥荒的记忆就会带来痛苦。 凡事立地双生,人们为了跟除坏的记忆,把相关联的好记忆淹没出了。 这一天收获破风,乔纳斯回家有兴奋发现,社区给家里分配了一个弟弟。 爸爸也在保育中心工作,很会红包包,他拿着个大象玩具,说这是古代传说中的河马,他奔跑奇快,因为他长着五条腿。 未来几天,乔纳斯继续接受记忆,他体验过被蜜蜂遮,也见证过夕阳海景。 随着训练的深入呢,他还恢复了色觉,能长期看见世界的色彩,原来世界的真面目是这么的美。 他不惜违背规则握着阿柔的手,想传功,让他也能看见水中彩虹,可惜没能成功。 乔纳斯只好退而求其次,跟阿柔坐着餐盘,像坐雪橇一样,急驰而下。 两个人出场自由滋味,认不住心跳加速,手握着手,直到监控监测到他们举止失当,下令分开。 训练继续深入,老人又拿出张古老地图,我们暂停一下,能看出类似的社区至少有三个,他们都坐落悬崖,环绕云层,看不见外面。 其实外面有一道明显的界线,叫做记忆边界,这里的设定码就很玄学了。 据说这个界线能封锁圈内普通人的历史记忆,但如果记忆接受人走出边界的话,那些记忆就会重回所有人的大脑了。 不过老人只是随便聊聊而已,还是没有让乔纳斯冲破界线的意思。 老人又到地下室弹奏一种叫做钢琴的乐器,乔纳斯先是像猴子一样诧异,进入音乐之后又有了心潮澎湃的感觉。 老人是想通过弹琴唤醒他的情感,因为社区每天给人们安排的所谓健康药品,其实是情感抑制剂。 乔纳斯脑海浮现出过去人们唱歌舞蹈的记忆,他不明白为什么如此美妙的情感也要被禁止呢? 老人很满意,因为他的反抗思想进一步加深了。 从这天起,乔纳斯偷偷戒掉了所有的药物,时常跟家人练习这种叫舞蹈的动作。 爸爸妈妈大惊失色,大元老也监视到他,举之可疑,命令妈妈要多监视他。 又一轮训练开始,乔纳斯在老人的帮助下见到了许多难以形容的震撼回忆。 人们肤色不同,现阳不同,却同样的鲜活,前进,世间万千物种,也有各自的欢乐和痛苦。 乔纳斯似乎已经可以接受更进阶的记忆,老人于是带他重温一段偷猎的记忆。 他这才知道,原来这种动物叫做大象,而人类为了他的象牙,竟然忍心残忍杀戮。 下一段记忆更可怕,乔纳斯随军来到雨林,树上到处都藏着游击队,就连女人都朝他们开枪。 他看着队友一个接一个被杀,自己也疯了,愤怒杀了树上的女人。 人类怎么能丧心病狂到杀戮同类呢? 乔纳斯醒后心态崩溃,差点不想当记忆接受者了。 其实,类似的意外十年前也曾发生过一次。 十年前那一任的记忆接受者正是老人的爱女,他已进步神速,但在见到人类痛苦记忆之后崩溃了,主动要求被舍去释放。 释放是个定义暧昧的字眼,乔纳斯以为他是退休或者是被禁闭了,但老人放了一段最近的释放视频。 乔纳斯爸爸正在保育中心工作,产妇新生了一对双胞胎,但他们只能留下一个。 爸爸于是注射药剂,释放了其中的一个,也就是杀了他。 其实所有不合格的婴儿和退休的老人都是这样被杀的,但杀人的概念只有老人和乔纳斯才懂,其他人因为没有死亡的相关记忆,单纯以为这就是释放。 人们这样麻木地活着,和行尸走肉还有什么区别呢? 乔纳斯下定决心推翻一切,他让阿柔也逃掉的人药品注射,希望他跟自己一样决心。 夜里乔纳斯回家感觉冷冷清清的,原来弟弟的成长实习期结束了,他表现不及格被送回育儿中心,准备接受释放。 乔纳斯急了,连夜去车去救,阿飞早就觉得他可以出手拦截,他解释不清,干脆给了阿飞一拳。 阿飞还是第一次见到暴力,杀在原地,让他跑掉了。 乔纳斯已经想好救援计划,他准备先救走弟弟,再穿过记忆边界,让普通人苏醒历史记忆,这样他们就会反抗社区,也不会释放自己人了。 老人听了一拍即合,正好乔纳斯离开边界之后,恐惧痛苦的记忆都会涌回每个人的脑海,而他将留在社区里,开导人们。 此时,社区里一片风雨一来,妈妈已经向大元老告密,而后者发布全程通缉,派人到处追捕乔纳斯。 老人没时间解释了,把自己的全部功力全传给乔纳斯,让他快冲。 乔纳斯赶到保育中心时,刚好遇到阿柔,他停用药物之后也开始觉醒,于是带他救走了弟弟。 追兵紧随而来,阿柔给乔纳斯深情一吻,自己吸引了所有追兵注意,虽说他最终还是被抓,但乔纳斯已经带弟弟逃了出去。 追兵凡人醒悟,驱车紧追,乔纳斯又在悬崖边上一跃而下。 他看过地图,坚信迷雾下势陆地,而追兵不敢效仿,任他跑掉。 大元老如临大敌,他知道阿飞很了解乔纳斯,便对他洗脑,让他驾机追杀。 乔纳斯劝他看在朋友的份上,相信自己最后一次,阿飞默不作声,只是驾机追赶,并用牵引射线把他活捉。 但是呢,他并没有把乔纳斯教功,而是带他飞了一程,扔到水里,对上谎称,以将他击杀。 乔纳斯继续跋涉,来到一处雪山,边界线似乎还是遥不可及,可他已经历尽昏迷。 这时,雪花飘落,将他再次唤醒,他举目似望,旁边呢刚好有个雪橇。 他带着弟弟速箭而下,飞速穿过边界,一股能量贯穿社区,黑白世界,恢复色彩。 此时,大元老刚下令要释放阿柔,乔纳斯爸爸正准备动手,而能量过后呢,所有人脑海中都闪现出历史记忆,热泪盈眶,释放仪式再也没有继续下去。 乔纳斯相信阿柔一定安全了,他会和他改日再见。 目前,他发现眼前有座房子,烟囱还冒着热气,似乎记忆边界之外,一直有人正常生活,不知道那里的生活又会是怎么样的呢。 好了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,欢迎关注科安fans,咱们下期再见。 感谢观看